假设我们已经录了这么多的影片了,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些影片重新编号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就有这个软体XMView XMView打开来之后,我们要去找到这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在哪里?在user的文件的ocamp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左边的这边来搜寻 这里可以看到使用者user的我的文件,里头你去找到ocamp 点进去就会看到这整个资料夹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资料夹圈起来 圈起来之后就选择编辑的重新命名 好,重新命名的地方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打勾 好,那假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基础题,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命名成基础 好,基础 那后面这个警号呢,代表的是数字的数目嘛 像你看到我这边有四个警号,所以它就从这边开始编 好,那这边就看你自己怎么编 像你如果从第一题开始录,你就从01 然后就开始这样改 那如果你是从第10题开始录,你就录个5题 就可以改成第10,第10,这样录 它就变这个名称 好,那那这边都设定好之后 你就按一下重新命名 好,重新命名之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刚刚Ocam这里 你就看到影片的标题就已经被我们改好了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很快的去修改这些影片的名字 就这样子发生了 好, countless 快一起走 好,你看 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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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